109年地假税11月开征 地方税务局提醒民众 记得在11月30号之前要缴纳 除了有各种缴税方法 在超商缴税部分 金额提升到3万块钱以下 税务局也建议民众 可以使用行动支付工具 线上查缴税 可以参加抽奖 有任何地假税的疑问 也可以向地方税务局来查询 109年地假税11月1号开征 缴纳期限到11月30号 统计开征10万4千多件 税额是6亿845万元 华联县地方税务局表示 地假税的缴款书 在10月下旬都全部寄出了 民众如果没有收到或是遗失 请赶快申请补发 10月1号至11月30号 地假税开征 那请各位乡亲尽数缴纳 以免加征制纳金 那缴款书遗失或是未收到者 可以自本局分局或者是各 相争事公所申请补发 为方便乡亲缴税 我们设有多元的缴税管道 金融机构便利超商 ATM或是网络信用卡缴税 那其中便利超商 我们从2万块提升到3万块以下 都可到便利超商缴费 那另外使用线上查缴税 行动支付缴税APP 那可以参加我们本局 实名1000块里建的抽奖 再者就是使用转账纳税 信用卡等其他缴税的方式 本局不再寄送资本缴纳证明 如需要资本缴纳证明者 可以电洽本分局 或者是自我们官网申请 另外使用转账代扣缴税者 请记得在12月1号 预留足备团项 我们先直接进为代扣 地方税务局表示 有任何地价值的疑问 可以拨打免付费服务电话 0800 38 69 69 或者是税务专线 03 822 6 121 分机182到187 预理分局是03 888 2047 分机222 253 将会有专人来为您服务 接下来会欢迎市报道